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小编听过周深的很多歌曲 他的歌声风格多变 可豪迈 可柔情 而他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则是兼而有之 反复听了好多遍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听得出来 周深的嗓音非常具有包容性 温暖治愈 歌声中充满希望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未知旅途中 无所畏惧 向阳而行 勇往前闯 多想一醒来 春风就能抚平忧伤 多想一转身 目光就融化掉冰霜 多想一抬头 看见你微笑的脸庞无论是柔情还是豪迈 周深的嗓音都极具攻击力 可以直击内心 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 对我讲 多想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 多想一路上 包容着温暖的体量 周深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使热播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 周深一开嗓 氛围感一下子就有了 真的是很好听 多想一放下 世界就还给你梦想 多想你知道 爱就在我心底流淌听周深演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被拉到故事感里去了 是的 周深的演唱风格多变 什么都玩得来 本来有一些平时我们不喜欢的 或者不常听的音乐风格 被他唱了之后 我们会感觉眼前一亮 原来这么好听 就突然变得喜欢了 听他唱歌就是一种享受 而更让人惊叹的是 歌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的高潮部分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数字流星降落你肩膀 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感慨吗 心动了吗 是的 既感慨 又心动 感觉周深就该属于舞台 就该属于音乐 就该属于录音棚 他唱歌的时候太有魅力了 CD音质实锤了 从柔情转到季昂 词曲只因天上有隔着屏幕看 都被深深的沦陷了 一连串的高难度 这样的高音 瞬间征服全场 确实被震犯到了 在他的歌声里 能深深的感受到一份勇气和力量 激励着我们在未知旅途中 无所畏惧 披荆斩棘 勇往前闯 当然 肉身能打动我们的不单单 是他的歌声 还有他的人品和正能量 始于歌声 忠于人品 迷于才华 陷于有趣的灵魂 这是很多网友和粉丝喜欢周深的原因 周深执着于音乐 执着于他的事业 他的舞台 他的歌声 让人惊艳 同时 他还常怀律己之心 常修演艺之德 小编刷到了周深参加央视中秋晚会节目录制的探班花絮 花絮中 周深真的是礼仪细节满满 小编注意到他应邀接受主持人访谈 开始的时候 他主动握手 结束之时就要离开了 他也是主动握手 这些不经意的小细节都是素质的体现 礼貌的象征 都是平时养成的好习惯 而在舞台上 他给观众90度鞠躬 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心怀感深之情 在访谈中 他也提及他尊重每一个舞台 不浪费每一个舞台 感真每一个给他机会的老师们 也感谢粉丝 演艺先做人 做人得为先 树正气 才能抢底气 从艺先做人 立身先立心 周深人品好 又很努力 无论是他的为人 还是他的歌声 展现的都是阳光向上的一面 向山向上 满满正能量 可以说 他是得意双心的演艺从业者 深得公众认可和赞誉 歌如其人 周深的歌声也是自带能量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数字流星降落你肩宝 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是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周深的歌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未知旅途中 无所畏惧 勇往前闯 一条微博 周深透露很多重要消息 珍惜每一次和老师合作的机会 两三年前路终于发了 时间过得真快 很幸福我还在唱歌感谢 无论在任何阶段都愿意给我机会 让我被听到的老师们 最怕这一生 以为是两个人的梦 剩下一个人疼痛 最怕这一生 以为是两个人的疼痛 留下一个人做梦 愿所有感情都不像电视剧天龙八部 感情主题曲这样无解而终 这是周深宣传新歌 无解而终的时候发的微博 透过这条微博 其实我们可以得知不少关键信息 感谢周深也感谢每一位认可周深的老师 首先是周深近两年 为何能发这么多的歌曲 每当周深一发新歌时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惑 平凡发新歌会影响歌曲质量吗 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以周深对待歌曲的态度 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而就在这条微博 我们不难发现 虽然周深平凡发歌 但是可能有的歌曲并不是近期录制的 也有一些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录制完成的 只是没有发布而已 但就在这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个小仓鼠到底还有多少存货呢 其次可能周深也没有想到自己之后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 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独自奔赴异乡 为梦想而奋斗 期间有多少的心酸 多少的无奈 只能自己去抗 两三年过去了 他还站在舞台上 继续唱更多的歌给更多的人听 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说 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能听到不同类型的曲风 能看到不同气场的舞台 能随时随地收到的关心 用一位男歌迷的话来说 这个时代不可能没有周深 就是如此 他值得大家的喜爱 此外 有眼见的粉丝发现 周深和这首歌的作词 《陈希》作曲《董东东》有过多次合作 除了这首《无解而终》 还有《繁星璀璨的天空》和《小舍得》等 周深也很认真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这才是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其实 细看下来 周深并不是只和这两位老师有过多次合作 也还有好多老师也有过多次合作 比如徐薇 钱雷和尹约等 只能说优秀的人就是值得多次合作 正如同周深所说的 感谢每一个给他机会让他被听到的老师 因为他们的慧眼 周深才得以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众人面前 其实 也要感谢周深能抓住每一次机会 用实力说话 让越来越多的合作者注意到他 创造出越来越多精品 一条微博 让我们得知了周深的库存 见识到了这个小仓鼠储存货物的能力 也让我们知道了 周深这一路走得有多么的艰辛 今时今日的成就都是始料未及的 更了解到周深成功的背后 是用实力打动合作者 带来一首又一首精彩的歌曲 这样的宝藏男孩值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